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主注先佛为张国老先翁 第四六章 求神问补的迷思 张国老先翁将 世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总是其起伏伏 有好有坏 在不如意时 除了求亲友的说明解决之外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求神明的协助 无形化解困难 神佛是慈悲的 不愿见众生陷于苦海之中 按理讲当然是会帮忙的 但世人有无想过 平时你自己到底曾经做过多少善功善德 平时是否修持 手持三柱相就求起神佛来 不是为了钱财 就是为了疑难 事情一大堆求各不停 甚且与神佛讲条件 以利诱而从不以改变 己身心至为条件 以至于有时灵求不应 懊恼不已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是神佛不辞或是世人自己无知 值得细思 再者欲不如意 就想探知原因 也就想到问问算命先生 或补个卦来了解一下 但最后还是受于了事 因根本是无助于事 反而甚至受骗完事 据事悲哀 那世人一定会问 不然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很简单 要明道理 不去乱想 再守己愤 诚心忍耐 平时安然以赴 不作非分之想 再者 最重要的是事前要有准备 平时要有修持 凡事自然可自助而神助 无形中化解了 如自己不知修 欲事莽撞是没有用的 所谓自求多福 应该认知而不迷思 盼能身家勿之 由于现在道德低落 许多家庭不和 小孩不听话 愿此本善书 事态迷失于省觉 可以让大家知道 要如何落实生活修道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希望大家要替自己 生前助及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 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好天子寿灵修院 可进入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 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 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我会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我会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园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注印善书 光临虚园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园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